好,女士,告訴我你的名字和名字 聖春羅,S-H-E-N-G-C-H-U-N-L-U-R 這是你的第一次選擇嗎? 第一次選擇 Ben,我們這裡有第一次選擇 第一次選擇 謝謝,謝謝你 我叫羅聖春 我是2013年6月到美國來的 我是今年6月1號拿到美國公民身份的 對美國政治的了解 實際上是一到這裡就開始了 但是那時候主要還是關注我先生 在中國被抓捕的案子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用於關注中國的新聞 一直到2016年選舉的時候 然後希拉里落選 我才感到這個美國的政治 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也很大 成為美國公民的話 你擁有很多的自由 所以這種的自由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 你根本體會不到的 我這10年來 我每天我都在感恩我來到了美國 它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但是因為它有開放的媒體 有爭論 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一直都是在不斷地往前走 我從來不認為美國陷落了 要重新成長起來 所以這個國家 我從過去的11年12年 為丁家喜的抗爭 就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 這個是我昨天去做自驗者的時候 拿著一個sample ballot to understand how to make sure 我不填錯 然後這裡還有詳細的 public safety facility bond explanation 就是我們除了選總統 選國會議員和參議員 我們還要投票決定兩個當地的bond 這兩個bond都跟安全和交通有關係的 我覺得這個是跟我們的切身利益相關的 我也仔細看了 提前投票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投 如果是當天投 就必須到那個pooling place去投 但是我是提前投 所以就可以找最近的投票的地方 這個bond但是它要我們從後面進 你看這些助選的牌子 成為美國公民也更多地提醒我 作為一個公民的義務 我們在宣誓的時候說的 我們要為這個國家效忠 為保衛這個國家貢獻自己 我是發自內心地認為 現在關心中國 也是保護美國的一種方式 因為我們隨時要警惕 這個獨裁專制 掌控世界的方向 我們的民主始終要戰勝獨裁 這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 726年代 那是你的選票 這是你的公民選票 這是你的公民選票 這是兩邊的公民選票 很長的公民選票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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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海外所有的中國人 都要有一個關心民主和政治的一個sense 而不要說政治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民主制度永遠跟你有關係 永遠要做一個有聲音有態度的公民 不管你是中國公民也好 是美國公民也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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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现在的心情 我就是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 很自由的感觉 而且主要是我没想到 他还会跟别人说 我是first world 我觉得这些人 对成为美国人的人的关注 我真的觉得很欣赏 我觉得我也以后要这样去对待 后面变成美国人的人 欣赏 我妈妈 感谢观看